台灣的夜出水 又好有國青改歲年 我向你做參考 改歲改歲改不歲年 好朋友我們來開港 說過期台灣人過年 沒這麼多例子 沒那個理事喪行 沒那個理教媒威勞 當時這些勞 所以不知道說就是一年 當時起立時就定高 高等在背上有定刻 公固定高 定高 定高 變成定高 人類扶贏了 地心有敗 造神有敗 問神有敗 只有定高 定高所佛無敗 定高時就不然就像天堂 你就明明所佛無丁地 怕架落去 不記得他拜而已 雖然說他跟陸地說話就不一樣 說人類沒一個好人 問問背意 他啦 我要拿五天的甘願 真正下跡 講理高媒 頂多 人類都受不了 這個事情誰聽到 在天堂的土地公聽到 參頭參尾的土地公 土地公是我們地方的福神 對那些人本來就很照顧 尤其那些人對二月斜里頭月 百來九十二月十六月 對土地公是很敬敗 當這個那天 莫頂多 得心得上高時發生這個事情 告訴他 尤其他人對土地公 生意來答謝 傳了真正草 土地公就來討論了 說本身得來提醒你們大家 虐待五天上高的感規 夏至李高媒要頂多 時到人類不知道要賣酒也賣酒 人家人就要疼得上誓 說買鞋 碎買鞋 現在也想到 映早一句俗議會在說 吃頭路人 做工的人 吃買鞋 民喻喻 就要吃頭鞋才會連嘴唱 有的是怎麼說 全不知道買鞋 那天 頭鞋會出雞肉 整隻雞好好的人 雞頭如果對象 我們就知道今年 表現不太好 馬年就要另外發展 另外去找頭鞋 回去吃自己 不過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在吃買鞋的時候 雞都漸漸漸漸漸漸漸 雞頭鞋起來 沒有說對象 現代這句話已經沒有應用了 不過現代什麼人吃買鞋 民喻喻 國政說一個環頭 讓大家笑一下 就是很多這些吃頭鞋人 來到年月 收金贏了 我們也想說 馬年就要把頭鞋拿去 說 我想就要另外找頭鞋 安排自己的發展 所以現在頭鞋請買鞋 開心 開心就開心 外面的頭鞋人 民喻喻 想說 當民情我們這些董事 我對他們不知道有夠好嗎 不知道對他們有夠瘦度 不知道哪一個人 馬年就要給我開嘴 會跟我說 當我可能做到這裡就好了 我就要另外來發展 當我這樣 我就要吊鍋 生山山不開 我就很煩惱了 就要搞到頭鞋 現在 不用得到頭鞋 我們說吃純粥 純粥的時候 看著說 去年我對這些新樓都還不錯 大家有回來上班 沒有跟我說要是 換做頭鞋 連嘴唱 這就是熟義的現代改歲 明白了 你不是說有uxe嗎 如果你還會說 那些 Copa 穩有很多 你沒有說